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却依旧是联盟倒数 这无疑是拉大了二人之间的差距 但是在本赛季中 可以看出特雷扬的带队能力有了明显的提升 赛季至今小库里带领球队打出了十胜九负的战绩 排名东部第六 而在东南分区中更是排名分区第一 同时52.6%的胜率也是级16-17赛季之后 老鹰队首次胜率达到了50% 那么问题也就来了 如今特雷扬的带队能力已经追上东气齐了吗 在讨论追上追不上的问题之前 先看看本赛季东气齐的带队情况 赛季至今独行侠的战绩为8胜11负 排名西部第13位 胜率为42.1% 如果紧看本赛季球队战绩的话 那特雷扬无疑是追上了东气齐 毕竟老鹰队的战绩排名还有胜率 都要比东气齐更加出色 可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这两支球队的实力并没有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本赛季至今 虽然老鹰队加里纳利 波格丹诺维奇和龙多等球员 都因为伤病或者其他原因缺席了一些比赛 但是特雷扬 亨特 科林斯和卡佩拉的核心阵容却并未受到影响 而且角色球员中 雷迪神 赫尔特 希尔 古德温等球员 也打了至少15场比赛 更何况如今的老鹰队 除了波格丹诺维奇之外 阵容已经基本完整 而独行侠队呢 本赛季整体阵容实力本身就逊色于老鹰队的情况下 波神和鲍威尔虽然伤欲付出 但却处于恢复期 状态和攻守两端的效率和巅峰 时期不可同日而语 理查德森 克勒贝尔 史密斯 布伦森四位主要轮换 因为新冠阁里 同样缺席了不少比赛 甚至在最艰难的一段时间中 东气棋只要一过半场 就会遭遇到对手的褒奖 更何况 相比于老鹰来说 最近几场 比赛独行侠的赛程 还要更加艰难一些 所以综合来说 虽然本赛季 至今老鹰队的战绩 要比独行侠更加出色 但是这并不代表特雷扬的带队能力 已经追上了东气棋 就像09届双胶库里和哈登一样 你不能因为库里有三座总冠军奖杯 就认为库里的带队能力 比哈登更加出色吧 毕竟决定球队战绩的 除了核心球员的带队能力之外 还有球队的整体实力 而目前老鹰队的实力 明显在独行侠队之上 更何况相对来说 目前的特雷 杨所遭遇的防守压力 相比于东气棋 要小上不少 但不管是在场均得分 助攻还是投篮命中率方面 东气棋做的 还要比特雷杨更加出色 特别是在助攻方面 东气棋在场均助攻比特雷杨 高出一次的情况下 失误却比特雷杨低 这证明了二者相比 东气棋在比赛中更能带队球队的整体进攻 同时也是更加出色的得分手和组织者 或者可以这样说 东气棋有可能成为詹姆斯和哈登之后 另一个自带体系 以一人之力 保证球队下界 带领球队进入季后赛的超级巨星 因为他和两个詹姆斯一样 能够在进攻端 做到教练要求的一切 也能利用自身进攻 改变对方的防守 为队友创造机会 而特雷杨显然还无法做到这一点 所以目前来说 在带队能力方面 特雷杨还没有追上东气棋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